诸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播讲林安吴先生的论语圣经一节 会命与心法 今天播讲学儿篇第三章 子曰巧言令色嫌疑人 夫子说华巧的言语惨媚的点色 那仁义可就少之又少了 什么是巧言呢 什么是吝啬呢 话说的不实在 说的好听 这叫巧言 色就表现出来的 你形色没有如实 那惨媚的 你脸色 这叫另色 嫌与人 这个嫌就嫌少 那真是嫌少了 什么少呢 人 这强化少 所以把嫌疑放前面 人 放后头 其实是 巧言令色 其人之人嫌疑 上称巧言令色 嫌疑人 人这个字 是孔老夫子 最为强调的 正玄说 正玄说人是相人偶 就两个人放在一块儿 彼此相互支持 相互关怀 就人 古字一个人说 它代表身跟心的结合 不管是 不管是身心 或者从人从二 作为人 其说的是一种 真实的关怀 爱的一种生长 所以人 它是内在如实的生长 它不是外在的修饰 但也不是说不修饰 而是要内外通达 文实彬彬 身心一如 总的来讲 儒家这个人 就想掉了这个关怀 关怀我生活周遭的 人 事 物 所以人是最后的基础点 人而不人如礼合 人而不人如月合 礼跟月 最后还回到这个人 所以人是孔老夫子 整个学问的判准点 这个人 你要实时体现它 你要洞察它 你要唤醒它 儒学重点就在 绝这个字 绝就是唤醒 唤醒要如实地唤醒 你能如实地唤醒 就是回到存在本身 是什么 不要被外在太多东西遮蔽的 人要如其为人 就人有一个人格的 生长跟完成 不能够完全外化跟异化 所以儒学重在绝 绝其如实也 能觉就能如 能如也就能死 就你生命有真实的觉醒 就真实了 是怎样就怎样 它没做好 它没做好 好 一话做好吗 不必巧言 不必吝啬 巧言 华巧的言语 吝啬 惨蔑的点色 这就是不真实 这就是不真实的 所以儒家强调 话 修持立其成 色 我们讲本色 英雄本色 这是本色 本色就是如实 英雄 英雄有英雄是气概 这是英雄是本色 读书人有读书人 这风骨 这是本色 如实 这孔老父神 强调如实 释迦牟尼佛也强调如 真实 无妄 道家也强调 告诉你 自然 不要他然 要自然 不要他然 要真实 无妄 不要是虚妄 要如实 要让生命如实的生长着 不必巧言 不必定色 是如实之生长 是点化主 若是巧言定色 嫌疑人 嫌疑人 一时间少了 久了久了以后 最后 随俗而下 日趋于无 最后就不见了 人 不要嫌疾微弱 而要好好生长 生长了 就像 这火种 点燃了 你把新材 再加上去 构筑了 它可以照亮 整个天下 这个泉水 这个泉水 你凿开了 凿通了 圆泉滚滚 配燃末之能欲 所以孟子 把这个人 的生命的动能 更进一步 他说 他说 向火之始燃 向泉之始达 起先看 是微弱 火的燃烧 因为有新材的加入 足以 光照天下 泉水的通彻 一旦打通 灌溉渠道 弄好了 圆泉滚滚 配燃末之能欲 就能够 流到田地 灌溉 整个生物 让它好好生长 人 用火做比喻 就是温度 用水做比喻 就是那润泽度 这个人 是要有润泽度 人 也是要温暖度 一个人 有润泽度 有温暖度 就好了 你不必敲言 不必吝啬 敲言吝啬是假的 是我们在外头的 但是你有温度 有润度 温暖 滋润 人人能觉 都重要 好的 好的 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地方 感恩 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地方 我们今天英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